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特别要介绍清教徒当中的 叫做贵格会 也可以说是清教徒当中的灵恩派 我们一同来看 高兴多前书的十四章 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 三十一跟三十二一同来 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 叫众人学道理 叫众人得劝勉 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好 我们一同低头仰望主 哈利路 天佛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有说不尽的恩典 说不尽的怜悯 我们带这个感恩的心 来到你的面前 做我们仰望你的十字家 让你十字家的爱 再次的激励我们 如同当年你极力在十七世纪的 每一位的清教徒 他们愿意撇下一切地跟随你 爱你 主啊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 巴不得当年感动清教徒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主啊在这清教徒的信仰与生活 最后的一刻 仰望你的灵 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面 主啊我们羡慕 羡慕经教徒他们的见证 羡慕他们信仰所产生的能力 翻转了整个国度 主啊我们今天中国 需要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能力 主啊帮助我们 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 仰望你向我们说话 祷告同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翻开我们的讲义 看到这个贵格会 这个George Foss 看到这个Quaker 看到这样子的讲义吗 应该前一两个礼拜发给你们的 有一叠的讲义 看到规格会吗 Quaker Q-U-A-K-E-R Quaker 之前发给你们的讲义 整叠从规格会 这个George Foss Quaker 然后到John Favill 然后跟着下去 到这个Richard Baster 然后到本人约翰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节的 需要把这四位清教徒呢 都要很简单的做一些介绍 如果没有带讲义呢 就share一下 我们介绍这位 看到吗 George Foss 他是贵格会的创办人 那么 这个的清教徒的系统呢 被清为 清教徒的灵恩派 找到吗 都找到吗 Quaker George Foss 创办人 就是这一位 那么他的一个重要的作品呢 就是Book of Miracles 你看 他非常重视神迹 他们的教会 也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出现 所以他特别 把清教徒时代 发生的很多神迹奇事呢 他把它归纳起来 记录下来 写了一本书 就是Book of Miracles 那他们教会 的确 经历圣灵的浇灌 圣灵的恩赐 那么 他原来的背景 其实 没有什么学问 是个皮鞋 这样的学徒 后来信人主 是自己努力地 读圣经 学智 Self-educated 所以不要太过分地 以为你的背景 会决定一切 不是你的背景 乃是耶稣 Amen 决定你的一切 所以他努力地学习 然后 他到处要追寻 心灵的满足 真的要经历神 要认识神 但是很可惜 去了很多 不同的地方 都不能 让他的心灵 满足 最后 很奇妙的 神 亲自地 向他说话 针对他的情况 在光照他 所以他自己 有这种 直接的 与神的交易 所以 他相信 圣灵 同样的 会对每一个 弟兄姊妹说话 所以之后 他所建立的教会 被称为 Quaker Quaker Church 那么Quaker呢 通常有两种的 说明 一个就是 描解他们的聚会当中 被圣灵大教官 在那边 发抖 甚至发热 有一些的 经历 所以他们 Trempering In the Spirit 描解他们呢 叫Quaker 那翻成中文 叫桂格 今天在台湾 在很多地方 还是有这个教会的 但另外一种的解释 就是说 是他们 被逼迫 面对法官的审判 结果他们 很勇敢地说 不是我们应该要 战斗害怕 来自你们审判 神的教会 你们要战斗害怕 所以他们都被 叫做Quaker 所以两种的 说法 但是就可以知道 他们的聚会呢 非常重视圣灵的运行 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他们真的完全应用这个经文 在聚会的时候 他们安静地等候 他们强调 不单单要得着圣经的话语 要更需要得着 inner word 或者inner light 要圣灵 直接地 在你心里面 在你心里面 向你说话 所以当你得着这个 里面的话语 里面那个感动 圣灵的这样一个的催出 你就按照 过年多前书十四章的 一个一个可以起来 做先知讲道 所以他们的聚会 待这个神圣的安静跟等候 要得着圣灵内在的光照 他们真的 相信以父所说一章十七节的 是需要圣灵 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让我们真知道它 假如不是圣灵 自己来光照 我们没有办法真知道神 不能真的认识耶稣 所以他们不单单强调 里面的话 还强调 启示的基督 是圣灵 把耶稣的十字架 把这位荣耀的耶稣 启示光照在我们里面 所以他们聚会的时候 他们就轮流的 一位一位做先知讲道 不需要有圣品 不需要有牧师 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可以做先知讲道 在聚会当中 有医病的恩赐 意向 说预言 然后方言的他们 比较不鼓励 所以他们聚会当中的 比较不会有放言的一个彰显 但是呢 在他们聚会当中 常常有医病 恩赐的彰显 所以 很多的神迹奇事 在他们当中 所以他们也受到 很多的逼迫 但是 却很多人愿意跟随这个force 甚至 他一出来传道 就上千人的聚会 所以我们 简单地归纳 归格会 他非常重视 圣灵 内在的光照 跟圣灵的恩赐 所以他们的优点就是 不但注重恩赐 而且注重话语 圣灵 会把一个 微小的声音 显明在我们里面 你来作伤的出口 所以 非常重视 圣灵的恩赐 圣灵的感动 跟说话 而且重视 这个内在的耶稣 review the Christ 所以我们一同发的 哥罗西书 解解圣经呢 使他们常常所经历 哥罗西书 第一章二十七节 第一章二十七节 好 一同来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外面中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 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所以在他们聚会当中 他们经历 review the Christ 那个被启示出来的 荣耀的基督 在他们心里面 他们在聚会当中 又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 他们领受神的声音 要做神的出口 所以他们 也特别的重视 追求圣洁 在圣灵的光照 跟泪注的基督的彰显 能够过一个无罪的 signness的一个perfection 非常重视追求圣洁 所以解释 很奇妙的是 在清教徒时代 所谓的灵恩派 就是规格会 然后进到第二位 重要的清教徒 我也带了他写的一本书 他其实写了很多书 在你们楼梯 下面呢 常常看到一排书 看到这个人吗 John Favreau 跟着我们的讲义 讲义看到吗 都跟着讲义 就在这个 柜格会的下面 看到吗 John Favreau 在中间 那我只能很简单介绍 这John Favreau 他的教导非常丰富 这位清教徒 1630年到1691年 那么这位的清教徒的牧师呢 基本上他有点类似John Owen 比较重视神学的分析 跟理性 那么他也特别 继承 加尔文的一个道统 你记得加尔文的道统吗 knowing God 跟knowing man or self 就是写一下在讲义上面 讲义上面没有打出来 所以你看 他特别分析 我们就认识神 特别认识耶稣基督 认识耶稣基督 是神的羔羊 这是救赎的根基 同时 他也用了加尔文的 对基督的认识 基督是什么 先知 祭司 君王 那特别我们注意 他解释 耶稣基督是祭司 耶稣基督 就是这位忠保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为百姓代求 那他特别是说明 今天 耶稣基督在天上 还是在做祭司的工作 第一 是代求 那代求是什么 他说他在天上的会幕 他成为那位祭司 同时也成为那个祭物 为他所买赎的子民 为他们代求 圣灵啊 你要在他们心里面动工 你要在他们里面光照 重生 为到所有神在创世以前 所拣选的 主耶稣站在父的面前 作为这位祭司 为每一个神所拣选的 代求 让他们得救 得救之后 耶稣继续的 不断的为他们代求 保守他们到底 所以他对耶稣基督 祭司的工作 有非常深入的说明 第三 更重要的 他也提到 耶稣基督 他 君王的职份 第一 耶稣基督在十家上 得胜了一切的仇敌 胜过一切的黑暗的权势 他是得胜的王 所以我们翻到 哥罗西书第二章 写一下 我们讲一只有第一章 哥罗西书 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好 找到一同来读 十四到十五 又涂抹了在 几张一切执政的掌权的 鲁来明显给众人看 就仗着十家夸圣 主耶稣基督在十家 得胜做王 胜过撒旦仇敌 一切的权势 把他掳去 所以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 宣告 他救了我们什么 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 所以 这个爱子的国度 耶稣基督是这个国度的王 所以 第一 他是释放拯救我们的王 不单单拯救 释放我们 胜过撒旦仇敌 更重要的 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 做王 在罗马书第五章 罗马书第五章 十七节的第二句 第二句 一同来 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 愿在生命中做王 所以耶稣基督 不但在十家上得胜做王 也要在什么 你的生命里面做王 来引导你 掌管你 所以 John Favill说 我们一定要经历 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 还记得吗 他在什么 西门外 什么 扣门 若听到声音 开门的 他要进到他哪里去 他与我 我与他一同什么 做喜 不单单我们在心灵里面 享受与耶稣基督 灵里的亲密 做喜 享受他 与他一同做喜 在灵里面与他交通 他说 我们更要让耶稣 不单单是做喜 更要在我们生命中 做宝座 你生命的宝座 要让他来做 唯有你把生命的宝座 让耶稣来做 你将来才能够与耶稣基督 同做宝座 你是不是愿意 先从 灵里的 与耶稣的 亲密团契 让他来 在你生命中 做宝座 那么将来 你才能够与耶稣基督 一同的做宝座 所以 他从两方面 来讲到基督的座王 那么你看到最后 How 就是罗马书十二章 如何 我们经历基督做王 就是把圣地什么 献上 当作活祭 所以每个基督 一定要经历 罗马书十二章 第一第二节 好 其实他对 耶稣基督 的 介绍 knowing God knowing Christ 然后呢 他发了很多的 时间 特别写knowing man 看到吗 那他特别的分析 我们要认识 我们这个人 三方面 思想 情感 意志 他特别介绍 这三个官能 这三个faculty 你的整个灵面 其实就在乎 你这三方面 官能的发展 所以注意我们的讲义 他特别提到 要认识 堕落之前的亚当 的思想 情感 意志 找到这个讲义吗 看到吗 在下面 Lowing man 刚才先知及时君王 在你们的讲义 应该可能是 第八页 会不会 第几页 你们 23页 OK 23页 OK 然后刚才24页 有没有 后面一页 你们应该有那个 Lowing man 这一页 我看到了 后面 你要认识 亚当多了之前 他原来的思想 是什么 亚当认识 神的公义 圣洁 美善 慈爱 跟旨意 而且 不断地 思想神 他的感情 爱慕神 以神为乐 他的意志 顺服神 遵行他的旨意 神把道德律 刻在亚当的星板上 同时也彰显在 山洛果树的诫命 亚当 在意志上 是可以 愿意去遵守 神的诫命的 但是 堕落之后的亚当 找到这一页吗 堕落之后的亚当 你们应该就是 后面一页了 接在后面 还是 秘书忘了发给你们 你们只有 John Favill 有啊 有啊 怎么 怎么好像漏 有没有漏印 有啊 有啊 这是堕落前的 堕落后的人类 对堕落 有啊 有啊 你那个是第几页 没有耶稣 奇怪 有人有 哎呀 所以 我们 有点困难了 现在两个秘书 这交界有时候 他硬了 他没硬了 所以有点 有点乱 没关系 没有的 记得 跟秘书要 不会这个讲义 我们简单说明就好了 第一 堕落后的人类 我们同样要从这三个角度去认识它 认识堕落的人的思想 情感跟医治 这个很重要 第一 他的思想 不认识神 我们放在罗马书 做点讲义 做点笔记 罗马书第三章十一节 三章十一节 一同来 没有明白的 没有成就神的 好 在他的思想里面 怎么 没有明白的 不认识神 以赴守书第四章十八节 讲到一个心地 是什么 以赴守书 第四章十八节 看到吗 一同来 他们心地昏昧 与神所示的生命隔绝 都因自己无知心理刚应 看到吗 第一 第一 无知 他们没有办法认识神 熟灵的无知 同时描写什么 心地 心地 就是指到他们的心思 他们在思想上 完全是昏暗的 对神是昏暗的 看不见神的 不认识神的 而相反的 他们怎么 思想恶事 就如同创世纪 第六章所描写的 昼夜所想的 都是什么 都是恶 罗马书十七章 人心比万物诡诡诱 就是诡诡恶事 所充满 他们的情感 充满了 邪情 事欲 所以在罗马书 我们刚才是 读的第一章 二十四节 第二十四节 一同来 所以神就怎么 任凭他们 成了心里的情欲 行无畏的嗜好 所以充满了各样的 邪情私欲 甚至罪败坏的 这些同性恋的情欲败坏 等等 然后包括贪爱世界的 虚荣等等 然后他们的意志 意志就是悖逆神 反而是顺从罪 我们一同翻到一幅说是 第二章 一部首书第二章 好 一同来读第二节 那时你们在其中 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 就是现今在 悖逆之子 心中运行的邪灵 所以每一个没有信主之前的人 其实都是什么 悖逆之子 所以他的意志是悖逆神的 不顺从神的 而且罗马书第一章28节 他们故意不认识神 所以John Favill把一个不信主的人 没有得救的人 之前他的思想 情感 意志 三方面的情况 从圣经里面说明 那基本上你发现 他就是完全接受 马丁路德所说的 意志的捆绑 没有信主之前 他的意志完全被罪所捆绑 没有办法归向神 除非圣灵主动的 在他的里面动工 所以这也是很清楚的 加尔文的神学思想 人的total deparity 完全的败坏 那一个人得救 同样的他也从 思想情感意志 三方面的一个改变 在思想上 怎么样看到吗 知罪 认识基督的救恩 情感呢 恨罪 毁罪 意志呢 认罪 归向神 悔转归神 认罪跟信主 要归正之后 信主之后 一个正常的基督生活 他也分析得非常地详细 同样是 从思想 情感 意志 三方面去分析 在思想上 他会 读圣经 在思想上 心意更新的变化 认识神的什么 第一 神的俗性 看到吗 哪几位没有 没有跟到讲义的 没有这个讲义的 举手一下 所以 大家 一般同学 没有这个讲义 奇怪 那为什么 其中有另外一半 有拿到讲义 奇怪 好 没关系 我们就做笔记吧 认识神的什么 在思想上认识神的第一 最重要的 神的俗性 特别要认识神 圣洁的俗性 公义的俗性 然后我们才对罪 有一个强烈的 一个反应 那神的旨意 对我们生活的旨意 救赎的计划 那这三方面 一定要在思想上 装备 认识神 第二 要什么 思念上面的事 这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放到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 很多人信的主 还是思念地上的事 就是成功神学 但是我们看看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 第三章 第二节 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不是单单只追求地上的丰富 那我们怎么看地上的丰富 还记得吗 马太福音第六章 三节三节 地上的丰富是怎么经历的 不是我们定义去追求的 我们定义要追求什么 神的国跟神的义 你所需要的 包括生命纪二十八章 各样的应许 祝福丰富 都会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 不是一种成功神学 我信耶稣就是要神成就我的心愿 我的需要 不是 来自思念天上的事 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 第三 更需要不断地思想主的救赎大爱 主的同在 所以为什么特别有圣餐 来纪念主 我们需要经历启示录第三章 耶稣在我们里面作息 不单是做爱宴 有圣餐 更是在我们里面 与耶稣基督一同作息 所以在思想方面 这三方面 一定要努力地追求 第二 你的情感 一个 写下来 你的情感要五大爱慕 五大爱慕 第一 最终要爱什么 神的话 我们用翻诗篇 一百一十 一一九二十 我们需要反省 今天我们对主的话 有多少的爱慕呢 有多少的阅读呢 有多少的背诵呢 一九二十 我时常怯慕你的典章 甚至心碎 这个是好像是谈恋爱会讲的话 对爱人会讲的话 但是其实我们应该对神的话 常常怯慕 甚至心碎 怯慕神的话 第二 爱慕主 如同诗篇二十七篇 跟四十二篇所说的 我们窃慕神 如露窃慕西水 四篇四十二篇第一节 第三 亲近神 以神为乐 你是否爱亲近神呢 当我们亲近神 神就亲近我们 我们是否正在经历 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 我们能够以神为乐呢 还是只是以神的祝福为乐呢 第四 爱慕什么 向基督 活出基督 就是高林多前书十一章所说的 要什么 效法保罗 如同保罗效法基督 也是罗马书第八章 讲到这个救恩的一个次序 我们要效法主 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八章 二十九节 罗马书第八章 二十九节 一同来 因为他 因为他预先所制造的人 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把这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画下来 效法基督 像基督 佩戴基督 活出基督 要第五个爱慕 以基督的心为心 基督的心 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所以他一出来 就说天国尽了 你们要悔改 我们需要爱 像基督一样 爱传福音 爱寻找世上的灵魂 所以解释 我们五大的爱慕 你爱传福音吗 你爱世上的灵魂吗 所以 需要在这五方面 我们的情感 有一个的转变 第三 你的意志 三大意志 第一 最重要的一个意志 你在意志上 愿意什么 顺服神 顺服神的旨意 只要你清楚是神的旨意 你就 定义 绝治 就是要顺服 第二 定义要讨主的喜悦 我们放到光丽多后书 五章第九节 所以 无论是住在身内 离开身外 我们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 看到吗 立志 得主的喜悦 第三 立志 你的优先秩序 优先秩序是什么 先求 要搞清楚你的优先秩序 假如你颠倒过来了 就是今天所谓的追求物质的成功神学 追求自己的国度 自己的丰富 自己的家园 自己的好处 不是不是 是先是什么 先求神的国 所以感谢神了 我们今天 能够晚上一同来到这边 是因为我们 先求神的国 跟神的义 所以这三大的意志 一定要坚持 一同来再说 第一 顺服神 讨主的喜悦 先求神的国 跟神的义 所以他分析的非常深入的 那最后呢 我们特别看看 John Farwell 对苦难的分析 他们跑来很去了 他们上一半 哎哟 最近很多奇怪的事情 做家族 那John Farwell 在苦难神学上面呢 也是有很大的贡献 那我们不能太深入讲 但是介绍一下 他受苦的一些背景 他从小 因为父母 带领家庭聚会 就被捕 然后他父母 在关锁的时候 就被传染的鼠疫 所以出入之后不久 父母就死了 所以父母的死 让他成为孤儿 这个事情是 对他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然后1955年结婚 1955 16打错了 1655 改一下 不是20世纪 改一下 结果 才结婚一年 妻子 男产 母子 都死亡 之后他又有第二次的婚姻 第三次的婚姻 两个妻子 第二位跟第三位的妻子 同样的 上纪死亡 另外他 作为一个 清教徒 他不愿意接受 国教的 这种的治理方式 跟崇拜方式 他自己建立教会 建立家教会 所以他受到很大的逼迫 罪捕 监禁 所以 他的一生 经历各方面的苦难 所以他 对苦难 有很深刻的一些的体会 跟说明 那我们 基本上呢 只看他 从这个 神的主权 跟苦难 这个角度 来看 这个苦难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找到这本 结业的讲义 就是 苦难的缘由 Original suffering 苦难与神的主权 那他就特别 提到一个重要的原因 很多时候是 神特别掌管 引领他的儿女 透过苦难 进入神丰富的恩典 并且透过苦难 让神的国度 得到扩展 所以我们只看 几段的经文 我们看 罗马书第八章 二十八节 罗马书 或许我们今天也是 生活在不同的难处当中 让我们 真的能够 抓住神的应许 其实苦难 是进入神 丰富恩典的 一个的捷径 罗马书第八章 二十八节 找到一同来 得一处 把这个得一处 画起来 万事 当然包括什么 苦难 不是单单 只是成功的事情 快乐的事情 苦难 也在神的掌管里面 让我们得一处 那么 就像 雅各书第一章 第二节 落在白班的思念中 都要什么 以为大喜乐 因为在患难中 我们怎么 最终可以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包括罗马书第五章 告诉我们 在患难中 也要什么 欢欢喜喜 我们放到罗马书第五章 第五章 为什么要欢喜喜 我们一同读下去 在第五章的第三节 一同来 不但如此 周世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示给我们的圣灵 张神的爱 交换在我们心里 所以透过一切的苦难 一个最荣耀的经历 是什么 看到最后一句吗 圣灵把神的爱 交换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会深深体会 天父的慈爱 深深体会 耶稣基督救赎的大爱 跟深深体会圣灵 祂的同在 跟安慰的大爱 圣灵把神的爱 交换在我们心里面 但是中间不要忘了 忍耐生什么 老恋 老恋这个字 我们何本翻得不清楚 英文翻得什么 character 你的生命性情 就在苦难当中 在忍耐当中 被塑造出来了 所以今天 等一下我们读到 这个Richard Baster 讲到这个教务学 他就非常强调 你的生命决定你的事奉 不是你的恩赐 是你的生命 我们看第二处的经文 路教福音十八章 写一下 讲义上面没有的 路教福音十八章 路教福音十八章 二十九节 为什么受苦难 不单是一个生命的塑造 让你得益处 更是为了神的国度 我们一同来看 这个路教福音十八章 二十九节 一同来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神的国 撇下房屋 或是妻子 弟兄 父母 儿女 没有在今世不得百悲的 在来世不得永生 看到吗 是为了什么 为了神的国度 遭遇各样的国难 甚至撇下了一切 到最后甚至丁十字架 所以你看到 特别初代的教会 所有的使徒 门徒 他们都为什么 为了神的国度 受逼迫 受苦难 不是因为自己罪的缘故 是为了什么 为了神的国度 的扩展 你需要受苦难的 所以我们再看 贴后 贴少罗的家后书 第一章第五节 贴后第一章 第五节 找到吗 一同来 第五节 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民政 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 你们就是为结国受苦 我们是为神的国度 而受苦 所以我想 韦东有深深的体会 为什么来到美国 那么辛苦 为了神的国度 各人的逼迫 各人的难处 为了神国度的扩展 就如同当年的 就是门徒 他们撇下了一切 他们为主而受苦 所以回去 也可以参考 《创世记》 39章 讲到约瑟 为什么受苦 甚至在监牢里面 十几年 也可以回去看一下 《出埃及记》第一章 以色列人 在法老的手中 受各样的苦难 不单单是工作的劳苦 甚至他们的长子出生 要被杀害 所有的决策苦难 为的是什么 带出什么 他们出埃及 带出神的国度 假如没有决策苦难 他们不会出埃及的 走不动的 所以记住一个大的 目标跟前提 是为了神的国度 那么 在一般的自然情况 神会把各样的物质 祝福给我们 但是在 特别为了一段时期 神国度的扩展 你看我们现在读神学 辛苦不辛苦 很艰苦 也不能去上班 Herry本来在公司 也是做个很好的Sales 对不对 但是就配下了 懂吗 为了神国度的 一个过渡时期 很多时候我们会经历 贫穷跟苦难 但是正常记住 正常情况 当你慢慢走上 这条国度的道路 神的丰富 会越来越增添 神不是故意让我们贫穷 但是要了解 不是绝对的一反风顺 为了神的国度 为了装备 做学生 永远都是最艰难的 包括你们读大学 各样的做学生 都是很艰难的 所以为了神的国度 会有一个艰难 受苦的时期 我们只能够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John Favill 他的 对人的一个认识 knowing man 所以他非常的深入 也从这三方面去栽培 训练弟兄姊妹 注意他的思想 注意他的情感 注意他的意志 在这三方面 来眺望基督徒 然后他的苦难神学 也是带给当时的清教徒 很多的安慰的 好 我们要争取时间 所以对于这三位 George 清教徒的领恩派 然后第二位 我们讲完George John Favill 然后 他的 对人的认识 对基督的认识 然后第三位 我们现在要看 就是上礼拜 特别叫你们先回去看的 Richard Pastor 你看这位牧师 看起来蛮严肃的 他就是Richard Pastor 1615年到1691年 那右边这个就是当初印刷的 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叫 Reformed Pastor 一个被改革 改变的 改革的一个牧师 那简单介绍一下这个Richard 1615年 上在英格兰 38年被安立 1941年 才26岁 改一下那个讲义 你们有这个讲义吗 不是26丰吗 那个又打错了 26岁 到Keytemins的这个地方 是个小镇 3000多人 有800多户 但是信徒无几 所以那个800户 有个斗点 不是800户信徒 800户 有800户 有个斗点 没有几个信徒 但是经过他差不多 20年的墓会 实际上是19年 街上处处飘文诗歌 家家祷告 甚至监狱都是盗空 不是地狱盗空 最少监狱盗空 那么他写了好几本有名的书 当然他的著作很多 168本 这些大部分的书 都可以在CCEL这个网站找到的 他最有名的几本 第一就是圣徒永远的安息 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 讲到这个永生 在基督里面的安息 得救 然后A Christian Directory 基督徒实际的信仰生活的 一个指标指南 然后很注重家庭生活 The good home 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应该是怎么样的 所以现在很多的教育 开始讲家庭的祭坛 这个家庭要基督化等等 基督教的教育等等 他很早就非常重视 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怎么样 然后牧师要怎么样 牧会 The reform pastor 那特别这本书是他把他成功 他成功牧会的经验 在当地培训不同教育的牧者 要把这个内容写下来 就成了这本书 Reform pastor 去找找找看有没有翻译成中文 有没有翻译这本书 都没有 太可惜 哎呀 好 没关系 那这本书呢 它的基本上的重点 我们一等来看一下 就是它要解开这个使徒经传 二十章二十八节 一同来读 圣灵 一同来圣灵 自己谨慎 也为传情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学所买来的 所以Richard把他自己 快二十年 牧会的经验 为什么能够把一家一家 带领信主 而且追求 然后他就透过这些圣经 来培训其他的牧者 怎么样去牧养神的教会 今天我们每一位都市有副招 当然要什么 传福音 建立教会 要什么 牧养教会 那究竟怎么样牧养教会 如何能够把教会能够 牧养起来 那他提到两个重点 第一 要为自己谨慎 牧者的生命 决定 信奴的生命 跟灵命 所以你需要 为自己谨慎 然后 同时要懂得 如何去牧养 羊群 为传情 谨慎 你的讲道 你的侍奉 你的探访 你都要很谨慎地 坐在羊群的身上 所以他提出两个重点 第一 你要先 认识自己 改变自己 然后 再为羊群 怎么坐在羊群的身上 怎么样来喂养他们 怎么来带领他们 怎么来牧养他们 所以写本书 基本上就讲解两个的重点 那么 他一开始就引用了 欧里根 所用过的诗篇 五诗篇 向主认罪 教会的福星 一定要 从向主认罪 向慧众认罪 来求主福星 愿意 神的管教 临到我们 脱离我们的软弱 脱离我们的罪 所以 这个牧会学的开始 他强调 牧者 一个一个 要先在神的面前 如同大卫一样 向神认罪 求神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 求神来赦免我们 一切的亏欠软弱 教会不服心 永远是谁的错 牧者的错 像孩子出了问题 永远一定是什么 父母的错 所以他先提醒牧者 要从认罪开始 然后特别 他强调 这个牧师最重要就是讲道 但是他提出一个重点 我们一种来读 preach 一种来读 preach a savior whom they know and feel what they speak and may command the riches of the gospel from their own experience 所以牧者本身要传福音 要教导 他说你自己先要 真正认识皆为救主 真正能够感受你所讲的 而且把这个福音的丰富 从你生命的经历里面 分享出来 command the riches of the gospel from their own experience 所以你牧者对主的认识 跟经历是首要的 第二 他强调什么 preach to yourself the sermon before you preach them to others 他说我们做牧师的讲道 其实先讲道给自己听 你自己听 自己受感动 然后才能够什么 preach to 你的会众 preach to the others 所以 他特别强调 做一个牧者 你要谨慎自己 你心中有没有经历 主的恩典 你里面有没有跟主有深入的灵交 那不单是 要懂得圣经 在讲义上面 他这个书里面也提到 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 也要懂得一切的知识学问 包括自然科学等等 能够在圣经之外 各样的学问都要装备 能够在各方面来认识神 认识神的智慧 认识神的大能 然后第二 他强调这个牧者的灵命 我们来看第三句英文 在他书里面所写的一种来 When your minds are in a holy leading frame Your people are likely to partake the fruit of it Your prayer and doctrine will be sweet and heavenly to them They will likely feel when you have been much with God That which is most in your heart Is like to be most in the ears 物质所经历的 假如你常常思念天上的事 你常常有一个圣洁的 这个思想的frame 这个框架 那么你的会众 周会被你这种神圣的思想 会被感染 那你的祷告 你的教导 周会对他们来说 是个俗天的甜蜜 领导他们 你在心里面最宝贵的神的话 在你心里面的宝贵 周会成为他们耳中的 一个的感动 所以你的心 你的态度 决定会中的领受 That which is most in your heart 你心里面最看中的 周会成为 会众耳朵最喜欢听的 所以假如你 不是活在基督里面 住在基督里面 思念天上的事 会众绝对不会有一种 俗天的追求 完全是牧者 你本身的生命 感染这个会众的 所以 假如这个牧者 你心里佛热 会众都会佛热 你的心冷 讲道也冷 会众也冷 他们的祷告也会冷 所以完全是牧者 所决定的 相反的 假如牧者是佛热的 有信心的 有望 有爱的 信徒 必定佛热 有信心 有望 有爱 所以他说 我们要祷告 求将着圣灵的佛 来焚烧 他说 当我们这样祷告 就圣灵 浇灌下来焚烧 他说 焚烧的祭物是什么 祭物就是 传道人的生活跟讲道 你要有好的生活 跟好的讲道 放在这个祭坛上 圣灵的佛才什么 降临 那份烧 带下复兴 所以不是 要弟兄姊妹 先摆上 是你自己的生活跟讲台 先要摆上 所以他说 假如传道人 没有好好 有圣洁的生活 有神话语的讲台 是他的师子 而传道人的师子 是害己害人 唯有传道人 有佛有热 会中才有佛热 传道人的生活跟讲道 要一致 有一个佛热的信息 有一个佛热的信息的讲台 才能够带下一个教会的福心 你的佛热的温暖 会温暖 这个慧众 这个慧众冰冷的心 那如何 温暖 慧众的心呢 借助讲台 但是他特别强调 讲道 讲台 跟你的生活 一定要一致 所以看我们的讲义 preaching跟living 这两个一定要一致 福心教会 讲台是中心 所以你就发现 像圣明河 很多人就是为了要去听 慧众的讲道 流通慧众的讲道 讲台的福心 是非常决定教会的福心 但是你的preaching 是否有真正的福心 在乎你的living 这两个要配合 你的生活 所以他在书里面 他就说 很多的传道人 愿意发十个小时 预备讲章 却发不到一小时 预备好好的生活 看到这个讽刺吗 传道人非常小心地 预备讲章的每一个字 甚至语气跟内容 但却不小心生活的 所说的每一句话跟内容 他说这两方面 其实要配合的 要一致的 所以他说 我们看下面 They that preach precisely would not live precisely would not live precisely 意思是说 他们很会讲道 讲道得很真实 但是他们的生活 却不真实 not precisely 不一致 所以讲道 不会产生真正的福心 跟果效 同时他说 我们看下面一句 not only什么 tongue servant but deed servant 也就像雅各书 第一章所说的 不但是听到 也有什么 行到 然后他说 传道人 不但是什么 讲到 更有什么 行到 不是嘴巴 tongue servant 是 deed 是要行动 行为 生活 dee servant 下面一句 一同来读 we must study as hard how to how 这个不对 how to live well 改一下 how to live well 讲语里面有讲译 how to live well 那个v应该是live how to live well 我们要努力地去学习 怎么样生活好 如同你预备讲章 预备得好 as how to preach well 所以这个都是打错了 是well 不是will how to live well as how to preach well 你的live well 决定你的preach well 所以 他常常提醒 传道一句话 how shall I live 我应该怎么生活 这个才是重点 how shall I live 你跟妻子怎么生活 你跟 同学的互动 是怎么生活 都会决定你站里的 侍奉跟讲台的 假如你 不知道怎么生活做人 你绝对上来 不要去做传道人 一定会 困难重重的 所以 抱不得 你弟弟也能够 看到这个视频 幕会 真的不容易的 但是 从我们自己的 生命生活 开始做 再看这句 他书里面所写的 they condemn us by their sermons and condemn themselves by their life 当传道人 在讲道 在责备信徒的时候 condemned 信徒 us by their sermons 但是其实 他的讲章 是在 教训 这次会众 但是 他们的生活呢 却 变成 对传道人的 一个教训 跟责备 所以同样也是提到 传道人很会讲 condemn 这个信徒 但是其实你的生活 会因着 你的生活 跟所讲的 不一样 你会被 condemned and condemn themselves by their life 然后 回到我们的讲义 所以他就强调说 假如只是个 讲台的牧师 不配做牧师 今天很多的大教会 sine and passage 就只有讲道 然后跟会众 没有任何的接触 会众也不知道 他在家里 平常是怎么样的 隐藏的 他说 单单讲道的牧师 不配做牧师 然后他也特别强调 教会是世界最伟大 这个牧会是 世界最伟大 最艰难的工作 因为你不单单 面对最大的仇敌 而且你会面对 这些蒙恩罪人的会众 是罪人 俱乐部 记住 sine and club 教会是 是一群蒙恩的罪人 聚集在一起 所以各样的难处都会产生 教会有麦子 有败子 有属肉体的 属学器的 所以需要更加倍的谨慎 在一切的知识 恩赐 灵命 勤劳 忠心 爱心 信心 好好的 勿养神的教会 否则不可能完成这个大的破付 所以他非常强调传导人的生活 谨慎自己 第一个重点是什么 谨慎你的生命跟生活 也是第一个谨慎 那第二部分 他就更提出 为什么要对自己谨慎 那他提出很多方面 第一 因为 个人生命里面的罪性 老我是很真实的 人心是非常诡诈的 你一不小心就会滑点 就如同参顺 他就举残顺的例子 第二 为什么要谨慎 因为仇敌是很真实的 彼得前书第五章 撒旦如中嚎叫的狮子 随时要吞噬我们的 同时 作为一个牧人 更是加倍的危险 因为仇敌会击打牧人 杨寻怎么 就变散了 所以仇敌特别喜欢攻击传导人 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三十一节 特别耶稣的提醒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所以不要随便做牧师 做牧师是特别是当头被攻击的 因为仇敌知道 巫人被攻击 羊群就散了 二十六章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那时一同来 那时耶稣对他们说 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 因为经上记者说 我要击打牧人 杨奏分散 这句话是在旧约撒加利亚书十三章 第七节引出来的 到今天还是真实的 将来你要牧养教会 你要做牧人 仇敌特别怎么 先要攻击牧师 因为他知道 牧师倒了 羊群就怎么 就会受亏损 就散了 所以为什么做一个牧人 特别需要警醒 第三 他说 每一个传道人 他是做炎做光 是山上的光 山上的城 你的生活 慧众 其实看得很清楚 这个 人民的眼睛是什么 雪亮的 你不要以为 你暗中做的事 或者说你的生活怎么样 慧众不知道 其实慧众会知道的 因为你是山上的光 你任何的情况 出错 慧众都会看见的 所以要谨慎的生活 第四 作为传导人 为什么要谨慎 因为我们假如明知故犯 坚守治道 最佳一等 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二章 罗马书第二章 所以做牧者 做传导人 不是好玩 不清楚神的呼召 改行 记住 不清楚神的呼召 不要随便做牧师 这个是 他说是世界最艰难的一个工作 但是又是最荣耀的一个工作 我们一同翻到这个罗马书第二章 我们从这个二十一节读到二十四节 二十一一同来 你既是教导别人的 还不教导自己吗 你讲说人不可偷盗 自己还偷窃吗 你说人不可奸淫 自己还奸淫吗 你厌恶偶像 自己还偷窃窃之物吗 你指的律法夸口 自己道犯律法 玷污神 神的名在外办中 因你们受了窃窃 正如经上所记得 所以不单是犹太人如此 特别我们做传导人 我们教导 假如我们做不到 会绊倒许多的人 主的名 会因着我们的跌倒 而被窃窃 所以更要加倍地谨慎自己 第五 他就提到 多少的传道人 爱人的灵魂 悔改追求圣洁 但是 却不爱自己的灵魂 悔改追求圣洁 然后他说 假如你不先爱自己的灵魂 你也不能得着别人的灵魂 所以在某个角度说 你要先爱自己 懂吗 不是指到自私地爱自己 你要爱你自己灵魂的圣洁 你自己每天要在神面前过这个悔改 认罪的生活 你才真正让别人可以悔改 你自己本身不悔改 别人不会悔改 所以对传道人 自我的要求非常非常地严格 第六 他说 假如传道人做了不义的奴仆 你就成为魔鬼的猜疑 魔鬼的奴仆 你就根本不可能做主忠心的仆人 打击魔鬼 执恶如仇 我们放到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 罗马书第六章 第六章 我们要加紧脚步 把他快点讲完 然后还有一个本人约翰 然后跟着我们 希望第二节要讲一下西米斯心条的一些精彩的内容 好 六章十六节一同来 做罪的奴仆 假如传道人做罪的奴仆 不义的奴仆 你就是魔鬼的奴仆 不可能是神的奴仆 不可能能够打击罪恶 打击魔鬼 心中有罪 不可能心里佛弱 有能力的传道人 无罪的传道人 佛弱的传道人 才能够感动别人 所以他提出 to be 才能够to do 你的所事决定你的所做 who you are and what you can do 你的所事决定你的所做 决定你的末会 要先自己得医治 才能够医治别人 你要先自己站稳 才能够拉拔别人 不能下指领下指 然后这本书的第二部分 就是为全群谨慎 为整个教会来谨慎 怎么去训练他们 关怀他们 探访他们 造就他们 所以他提出 这个牧师 如同教会军队的 这个将领队长 要训练教会 如同训练军队 很严格的 同时也要把会众 当为你的孩子 你是个家长 所以你有多种的角色 你是个general 你是个将领 你是个队长 你是个教练 要训练他们 会众是业化的军队 同时教会也是神的家 你也需要有爱 不是单单有严格的规律 去要求跟训练 同时你也是做他们的父母 有为父为母的心 然后他对教会的要求 就是会众 一定要顺服 如同军队顺服命令 如同儿女顺服父母 顺服是 你一定要会众 有这样的一个的 生命 顺服的生命 然后牧师 需要自己多方面装备 对圣经 对孰林的事情 世界的问题 心理 家庭 职业 法律等等 都要装备 在各方面 都能够帮助弟兄姊妹 这里打出了 约翰文帝实际 就是暗明 叫自己的羊 那个不是人明 是暗明 那他解释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了解 知道每一个信徒的名字 家庭生活 个性 情况跟需要 你需要好好地了解 每一个的信徒 个别不是主别 个别的关怀 教导 然后对症下药 那么 Richard是最会家庭探访的 那么 家庭的探访呢 他基本上呢 就是扮演一个医生的角色 记得吗 刚才提到一个将领 同时一个什么 父母 但当他实际探访的时候 他也提醒自己 是个医生的角色 医生是要什么 医病的 所以他去到一个家庭里面 不是单单接受 会中的 会有的这个接待啊 吃啊喝啊 其实他他尽量都是拒绝 他有跟会有交谈 在交谈当中了解他熟灵的病情 有些什么的软弱 软弱的原因在哪里 然后他做一个spiritual diagnosis spiritual diagnosis 这里有写啊 应该这里提到这个字的 spiritual diagnosis 他会做一个熟灵的诊断 究竟 他的病是什么病 熟灵的病是什么 同时他会对症下药 给你个prescription 你这个问题 你应该怎么样 Anderson的话 应该怎么做 怎么悔改 怎么去改变 怎么去调整 所以是很实际的 针对每个家庭的难处 需要 告诉他们 该怎么做 所以其实他是做了什么 家庭辅导 不是只是在讲台 讲着大道理 实际的 来辅导信徒 具体的难处 为什么他的灵命 不能活泼 他的罪在哪里 他的一些错误的想法在哪里 他跟夫妻之间的互动问题 出在哪里 跟儿女的问题出在哪里 一个一个都去处理 所以他是一个家庭医生 所以他扮演一个将领 一个父母 同时一个家庭医生 Spiritual Diagnosis 要开药方 鼓励 夫妻有家庭的祭坛 每天晚上 跟孩子一同读经 然后祷告 他叫做Family Religion 家庭的信仰 然后鼓励信徒 一定要多阅读书 俗灵的书籍 然后也特别 用主学 来 就是让家长在主日里面 来教导儿女 这个教理问答 因为特别 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有他们的 大教理问题 跟小教理问题 要用这些 带着孩子 一问一答来讨论 他强调 唯有家庭信仰的福心 教会才有真正的福心 然后同样 他也非常重视 这个教会的惩戒 假如信徒有犯罪 就停他们的圣餐 停他们的侍奉 等等 要保持教会的圣洁 要假如信徒 私人犯罪 就可以跟牧者 单独 或者自己跟神祷告认罪 但是公开的罪 一定要向会众 公开的认罪 让会众知道 他真的悔改了 好 所以只能够简单说明 我们还有几分钟 第一堂 两分钟 好 所以对于这个 Richard牧师 他的幕会的方式 他对自我的要求 对会众的要求 他严格地要求自己 他也敢这么 严格地要求会众 要训练会众 成为野华的军队 要每一个家庭 都有家庭的祭坛 要给每一个家庭 都做Spiritual Diagnosis 熟灵的诊治 那巴布特将来 我们去探访的时候 我们真的能够 很快地 就能够 甚至有圣灵的恩赐 这个知识的言语 他讲了一半 你就知道 其实他还没讲出来的问题在哪里 有的时候会有 只讲一点点 但是假如你有知识的言语 圣灵就会起始 其实他那个根在哪里 他的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还敢做牧师吗 为知己谨慎 真的不简单 还要为全群谨慎 要知道怎么去牧养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神学 为什么要收装备 否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要去带领教会 牧养装备信徒 带领一个信主容易 但是你要把它装备成为门徒 生命的改变 同时他能够成为一个大使命的基督徒 他的家庭各方面都改变 那这个就不容易了 否则基督徒会成为天主教一样 全世界都有天主教 但是天主教徒的生命没有改变 他们的家庭也没改变 社会也没有改变 贪乎当然是败乎 败乎还是败乎 不会改变那个社会 所以说墨西哥很多天主教的 这些国家穷得不得了 没有真正达到牧养的结果 好 那我们就很快休息几分钟回来 我们希望很快的讲一下这个天主历程 然后就进到